有得彈就会 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港股弱势呢 这段时间 特别说其实由6月份开始 随着美国的十年期 国债息率下降 市场对收水的忧虑 明显地降温的 大家觉得联主局是会收水 但是不是有个恶劳性通胀 整个通胀的看法上改变之后 美股的钱是肯去炒回科技股 有些说真的 股值不算太贵 说大型科技 比如Fan股 加上现在的新线 可能是Microsoft那些 那些真的在破顶 业绩上的份高 问题是港股上面 ATMX那一对 你的业绩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问题就是面对着 很多反垄断政策 政策因素 现在说滴滴最新的那些 华利是美股拿着滴滴的那些 拔头的 所以你说今天 整个科技股又会面对着 一些反垄断的相关问题在这里 这个就是导致港股 其中弱势是一个很核心的因素 这个因素有没有改变过 没有的 所以我们很难觉得 要弹三四百点 甚至你会担心 有些科技股 可能延续弱势 继续跌下去 但是问题就是 恒指跌到这些水平的时候 弹三四百点当然是好事 但是只要不再跌下去的话 其实我都受复了 所以用这些态度去看 因为其实你如果说指数 你刚刚说没在试 保力加通道底部 但是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四个月来 指数一直都是横行 你落到保力加通道底部 只要不穿的话 就有机会慢慢做底部 再上回上来 相反你近期 说到两万八千二这些关后 都挺重要的 因为你看图上 就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五月份一个顶部 六月底一个顶部 如果颈线位 就说在两万八千二这些水平 一跌穿了 量度跌幅地计算的话 整个长方形格局 就是说两万七千五 到两万九千五 这个长方形格局 都有机会穿 所以短线不可以穿两万八千二 一出了整个商顶 整个技术形态差 一定会有一班淡友出来 就去估指数 拼它穿底 所以你说今天 你说个市 我的看法就是 最重要 不要穿两万八千二 穿两万八千二 在小时图走势 或者短线走势上 就出了一个商顶 但其实论西头上 这三个月都是这样走的 月头跌 接着慢慢回运 就是因为我们在说市场 其中一个焦点 就是看月头浪贩 落贩一定是惊一轮线的 出了来又好像没事一样 慢慢找到底部上回去 然后就炒个别股份业绩 但留意今天个别股份的炒作上面 很多都刚刚说 比如说元奶股 现代木业那些 或者中升那些 都不会在指数上面反映着 但那些股份可能会上升得好电的 所以你说其实市况上面指数 我们觉得尽量建议大家 放在一边 特别大家不是什么基金经理 不是什么中线 中长线投资者的话 其实指数的整体上落变动 对你们来说影响不大 我觉得最主要都是炒股不炒市 这四个月的指数横行 但其实你如果选择 选择板块选择主题的话 你一样可以赚很多 所以指数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 而短线我自己关注就是说 会不会向下突破 你守得住28,000亿 28,000点坐这些位置 又不需要太过镜主的 但轮势头的确是跌得及的 短线下有没有反弹多些 但科技股的走势上 真的不敢抱太大的期望 好 谢谢